哥倫比亚民众又是欢呼又是尖叫 因为这个南美洲国家终于诞选第一位左派总统 今年62岁的前部队大市长裴卓 已经是第三度竞选总统 在19号的第二轮投票中 一百分之五十点四 前胜对手约七十万张票 而他最特别的经历是过去曾加入游击队 甚至曾被捕入狱 复兴两年 但缔造历史的不单单只有陪着一人 因为他的副手马奎斯 则是从一名单亲妈妈 成为国家第一位非裔女副总统 消息一出 位于西南部的地方乡亲 全都上节庆祝 前叛军配上非裔女性的组合 击败的是今年七十七岁的低沉大亨 也难得资 他以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得票率 自拍影片承认败选 不少支持者难过落泪 民众难以接受 昔日叛军要当家 但专家分析也正是因为 裴卓过去的游击队身份 让他有望能与左派叛军谈判 消除当地黑白两道相互勾结的毒品交易 除了改善治安 培卓有意力推免费大学教育 捷径能源等措施 只是哥伦比亚目前有四成贫穷人口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一 专家普遍认为 拉美国家选择向左派走 普遍反映选民对现状的不满 能否解决经济上的深层问题 才是新总统的真正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